分崩离析 春秋战国时期 当时的鲁国有一位大夫季康子 住在费义 他的权力很大 野心也不小 总想着自己的国家能越来越强大 吞并更多的国家 有一个专于的小国 一直是他想要攻打的目标 孔子的学生 燃友和子鹿 都是季康子的谋士 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好 但又想不出办法 来阻止季康子的出兵 就去问自己的老师孔子 他们两个见到老师 对孔子说 先生 我们很为难 季氏对专于发兵了 他想要吞并专于 孔子一开始不相信这是真的 还怀疑一定是燃友的主意 燃友解释道 先生 这真的只是季康子的主意 我和子鹿都想制止他的 孔子这时候才慢慢地说 你们两个人是帮季康子做事的 就应该想办法 不要让他这样做 燃友再次说道 先生说得很对 但是现在的专于的国力 越来越强大了 离我们国家距离也很近 现在如果不出兵灭了他们 以后极有可能会成为祸患的 孔子听了之后 狠狠地责备燃友说 无论做人还是做事 不敢承认自己贪得无厌 还总是找借口 不说自己的错误 这才是最大的错误 就像我们 看到盲人有了危险 不伸手帮助一样 燃友和子鹿听完老师的话后 都很羞愧地低下了头 孔子接着又说 你们两人辅佐济士 对内不能让国家强大 人民安居乐意 对外不能用品德 去吸引其他国家的归顺 国家支离破碎 却不能保全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不能去抱怨别人 听了孔子的训斥 燃友和子鹿更加惭愧 无言以对 只好灰溜溜地 离开了孔子的家 中华成语小课堂 分崩离溜 正读分崩离溜 是意形容国家或集团等分裂离散 不能保持团结统一 出处春秋哄秋弟子 论语济士 用法举例 诺大一个家族 一夜之间分崩离溜 各奔东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